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個題目,大家都應該有一點點興趣 我今天會用開架的化妝品去化我現在的臉妝 如果你有興趣看我怎樣化妝 我素眼又是多驚嚇的話,就要看下去了 我素眼就是這個樣子,跟平常看的畫面是否很不同呢? 這是勇氣的表現,所以給我一點掌聲 事不宜遲,我們就開始了 我們就由底妝開始了 最近我覺得KATE的The Base Zero系列玉色瓶的粉底液很好用 這個粉底液很欺人用 因為我有些朋友會出油的肌膚是不喜歡它 他們會覺得它完全不控油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這個沙漠肌的話 我覺得超好用 它的持久力很好,然後它又不會很乾 整天都會保持妝品非常漂亮 它掉了出來其實也算是挺樓質的 但又不會一滑就滑下去了 你會看到上完底妝後,臉色已經均勻了很多 但是呢,我還有一個千年...也不是啦 萬年黑眼圈是要遮蓋的 所以之後我就會用遮瑕膏了 遮黑眼圈,我一直都在用Maybelline的這一款 我覺得它是在開架和專櫃裡面 那麼多遮瑕膏裡面遮得最好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這些千年黑眼圈眼袋的話 這一款是你的救星來的 你會看到我現在只塗了粉底和遮瑕膏之後 樣子跟我掃眼已經差超遠了 可以去掉黃氣暗啞了 其實已經調整整個臉色了 我自己覺得這件事超神奇 剛剛我忘記了說,Kate的這支粉底 其實如果我不是上了那麼多遮瑕膏 在眼睛上是不需要加碎粉的 只要你跟我一樣都是沙漠肌的話 這一支的粉底設好之後是超清爽的 我現在只是這個位置有設過碎粉的 其實額頭或者下巴這些位置 我全部都沒有設到碎粉的 它是非常乾爽的 摸起來一點都不黏 而且它是不會有粉粒在手指上的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個效果 我上班由上妝到下班的9個小時是沒事的 但是9個小時之後它就會開始脫掉了 所以如果你那天只想妝4個小時5個小時 它絕對沒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多過9個小時的話 你就要想想方法補妝了 之後我就滑眉了 香港如果買得到的話 我最喜歡1028的這個眉粉 但是最近其實我是用韓國Apure的那個 我覺得是完勝的 不過我今天就會用這個1028去上我的眉 很多人都會問究竟怎樣畫眉 其實我覺得畫眉最重要的就是 你原本的眉型要漂亮 所以你要找一個很好和你很合格的修眉絲幫你 我自己最近修了眉之後就超級容易畫了 其實也是一直跟著自己的眉型 然後後面我會用深色 前面會用淺色的眉粉去畫眉 那就沒什麼技巧了 只要你的眉是修得漂亮 基本上你跟著自己的眉就可以了 好 你會看到兩邊 高低眉 精神和不精神 我現在先補上那邊的眉 然後我會用E2HOUSE的眉GEL 幫眉變回啡一點點 這個就會跟著自己的頭髮顏色去做 而鼻影方面對我來說實在太重要 而且我真的用不到開架 所以這個我要偷雞用一個專櫃 但其實它真的不是很貴的 就是MAC的這個Omega 很神奇的事情就要發生了 它是一個很好用的眉粉 你可以用到很重手 也不會變了眉 還有鼻頭這個位置也多下一點 鼻子就會沒那麼大 看到它收窄了下來 然後我的鼻樑是假的 其實我的鼻是沒有鼻樑的 所以平常大家看到的片都是假的 我覺得它這個效果是可以比美 還有這個打透明質酸的效果 我打鼻影都蠻重手的 你們如果有鼻樑就不需要像我這麼重手 但如果你像我這樣沒有鼻樑 你會看到整個樣子是立體的 眼妝方面依然是我一貫的風格 我喜歡Bling Bling 所以我今天就會用一個CAMIC的眼影霜 去做一個打底 營造一個比較閃亮亮的效果 這個眼影霜它塗了上去之後 其實它是紅紅的 但又不算非常粉紅 是不會令到你的眼睛很腫的 它的Bling Bling效果是挺低調的 我覺得 但作為一個打底是非常之好的 以一個48元的眼影霜來說 它的表現已經超值了 它可以好好幫你的眼皮打亮 因為本身眼皮也是非常暗沉的 但你又不會覺得它很硬腫的 但如果用CAMIC這個單擦 我覺得也是有點單調的 我平時習慣了重口味 所以我也是會用眼影盤的 今天就會用Excel的這個眼影盤 就剛才的眼影霜 是比較偏紅粉紅一點 所以我這個眼影盤 也是一個比較偏紅的啡色 我會用這個顏色 這樣塗在後面 之後用這個顏色就會塗在前面 你看到塗了之後 這隻眼是明顯給這隻眼有漸塵的效果 但我會用一隻乾淨的手指 把眼色混合開 我今天的眼妝盡量都是用一個很簡單 很少的產品 但可以做到很有神的效果 下眼線都一樣會用這個顏色 去塗在中間的位置 後面就會把下面兩種顏色混合 然後塗在下眼尾的位置 現在下眼皮這個位置會比較細細一點 上眼皮還沒完成 在這個時候我會先畫眼線 眼線方面我今天會用love liner 其實love liner和modeliner 我比較喜歡modeliner 但始終比較難買 但love liner在Sasa已經買到了 所以今天我會用這個來畫眼線 眼線畫好之後 是不是差很遠 眼睛有神超級無敵多 但現在眼線我覺得太明顯 不夠柔和 所以我會用最深的一格 深啡色 去blend開眼線 令它柔和一點 我不知道鏡頭會不會很大分別 我這邊的眼線是 黑一點 和一條線一點 但這邊會和眼妝融合一點 我自己就喜歡柔和一點的感覺 基本上這個眼妝已經完成了 它也算是一個很溫柔的眼妝 但我這個blinkblink胸 覺得它還是差一點 不夠閃 我推介canmake的這個閃粉盤 我是銀色來的 它專門是在眼皮上加閃亮亮的效果 風劍油人 我自己就比較重口味 喜歡多些blinkblink 加在眼中間之後 是不是再立體感一點 然後再閃亮一點 這個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在這麼多款的blinkblink眼影產品 它不算是最好用 但它是唯一一個開架佳麗 所以我今天就用了它 如果你有興趣看我多些blinkblink眼影的產品 可以去我之前的影片看 其他addiction或sealer的產品 去塗在眼皮的位置 是會更加浮誇的 不過我今天還是會用開架的產品 示範妝給大家看 現在眼妝就差眼睫毛 平時大家用的kiss me mj這些墨膏 我自己是不喜歡用的 mj我覺得它太濕 然後kiss me我覺得很容易塗到蟑螂腳 所以我自己推介 就會是dollywink的 這一款藍紫色的mascara 你們如果沒試過的話 你們去試一下 真的很好用的 我覺得這一款的mascara 它不容易蟑螂腳 不容易一砍 貼上一堆眼睫毛 頭部很好控制的 塗黑眼睫毛 不容易塗到眼皮 因為其實如果頭部太大 下眼睫毛容易塗到的話 你之前多少心機化的眼妝都會白費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優點 而且它濃密的效果也做得很好 不過如果你需要一些浮誇的效果 太陽花很厲害的話 我不知道它做不做到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崇尚自然一點的 我就不喜歡塗到好像假眼睫毛 窗簾那樣 我會很害怕 對 現在眼妝就真的完成了 我的選擇是can make的 這一款胭脂 它是一個淺紫色的眼色 和今天比較粉紅啡的眼妝都很搭 我自己的習慣都是斜上 又打橫的 因為我自己的臉不算很長 所以我都不可以說太斜 因為我自己也是喜歡一些比較可愛的胭脂 所以我自己就不習慣用太斜的 你會看到用了它之後 這隻顏色是很顯白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白的女生 這隻顏色是會更加漂亮的 在你的臉上 但是不需要擔心的 如果好像我這麼黑 你塗了之後 都不會顯黃的 只不過是沒有那麼顯白這個效果 那highlighter 我會用剛才的這個眼影最淺色的造型 那我就由我的鼻子開始 這個應該是最dramatic的效果 你會看到鼻子完全是立體了 哇 超閃的 然後用一絲化妝掃去拍這個最淺的顏色 那上完highlighter 你就會看到臉上的立體感是增強了超多 你看到這個蘋果肌整個都出來 然後鼻子這個珠位 下巴這個位都是很漂亮的 然後這個光澤 是好像皮膚很好 大家平時會問我 為什麼我的皮膚看上去這麼好 我剛才掃眼大家都看到 我是一個很黃 很殘 然後樣子很老的人 但是只要你上完這個highlighter 你整個膚質都會改變到 最後我們塗完唇膏就可以了 開架唇膏裡面我最喜歡就是opera的唇膏 它是我去年2017年最愛的唇膏 然後今年如果是開架的話 依然非常愛用它 這個是絕對不需要打底的 你看到一直塗上唇膏是亮的 是很滋潤的 好了 連唇膏都上完之後 我今天這個用開架品牌的化妝品化妝就完成了 大家都會看到特別是粉底 它的膚質看上去真的很好 一點都不會輸給這個尊貴的品牌 之後眼妝它柔和得來 都是很精神的 所以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個妝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bye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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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